大家好,今天楚的奥特曼要来买玩具了 他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面 这时候掉出来了好多好玩的玩具 这会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原来这是可以召唤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这两个奥特曼,你们知道是谁吗? 右边的这个发出绿色的光 左边的这个发出蓝色的光 楚的奥特曼买到了两个神秘的奥特胶囊 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崎岖蛋 这里面藏着什么惊喜玩具呢? 哦,原来是迷你的楚的奥特曼 这一个迷你的奥特曼正好可以用链子串起来 然后挂在楚的奥特曼的脖子上 这一个迷你的奥特曼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 楚的奥特曼今天买到了好多玩具啊 有两个奥特胶囊 还有一个迷你的楚的奥特曼 他感觉到接下来又发生好多好玩的事情 他带着他的玩具 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这时候贝利亚也要来买玩具了 他也拿了一枚硬币 掉出来了好多的玩具啊 这两个黑色的会是什么呢? 原来是可以召唤怪兽的怪兽胶囊 那你们知道 这两只怪兽分别是谁吗? 一只发出绿色的光 另外一只发出蓝色的光 贝利亚买到了两个怪兽胶囊 这里还有一个绿色的奇虚蛋 这里面会藏着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是迷你的小贝利亚 看上去好可爱啊 这个迷你的贝利亚 也可以用链子串起来 然后把它挂在凯撒贝利亚的脖子上 这个迷你的小贝利亚 有什么功利呢? 凯撒贝利亚今天买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啊 他也感觉到接下来好像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凯撒贝利亚和出道特曼撞上了 这不是贝利亚吗? 你篮子里买了好多东西啊 出道特曼你的篮子里也买了好多的玩具啊 我这里面有奥特胶囊 还有变身的小人偶 看我的变身 出道特曼利用小迷你的人偶 变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出道特曼 出道特曼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我也有迷你的变身人偶 看我的贝利亚变身 凯撒贝利亚也利用迷你的人偶 变身成为巨大的贝利亚 我的迷你贝利亚也可以巨大化 我这里还有两个可以召唤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让我来召唤一个强大的奥特曼 奥特之父 赛罗 出道特曼利用他的奥特胶囊 召唤出了杰德奥特曼的一个新的形态 是好勇形态 贝利亚说 我这两个怪兽胶囊也可以融合 变成一只巨大的怪兽 看我的 贝利亚融合兽 贝利亚利用他的两个怪兽胶囊 融合出了一只巨大的贝利亚融合兽 接着奥特曼看上去好小啊 那你们觉得出道特曼召唤出来的和贝利亚召唤出来的哪一个更厉害呢 接奥特曼对怪兽发起了进攻 别看接奥特曼个子小 他的力量可是很大的 怪兽又站了起来 不好了 他对接奥特曼发动了必消光线 哦 接奥特曼被打倒了 这时候迪焦特曼来帮助接奥特曼 他一拳就把怪兽给打倒了 还是迪焦特曼厉害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